定位 定位之後行為很大的任務 如何讓價值傳遞出去 在草片型各位 目前如果覺得定位是困難的情趣的時候 或者定位的內化 內化是困難的情趣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也有去內四的調查過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定位很清楚大家有共識 那在內化部分我能如何去推廣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演講的部分 我們盡可能把我們在這個 輔導案中實戰的經驗跟體會 濃縮成這樣三十多張slide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們希望能夠讓各位的這個夥伴 我們真正能夠做到這個價值驅動 成長型的組織想 讓品牌能夠順利的落地 好 其不瞞各位說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央研究院 研究SARS表面大概是結構的 所以這是科學給理出來的 所以很重視如何讓系統化的表現出來的事情 我們主導這麼多年來看品牌這件事情 如果對我來說系統化的理解 如何跟企業的經營層面做扣緊 在定位的過程中展現出來 是我們很重視的事情 所以我們用一些關鍵結單的工具來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個大家可以很熟悉 這個叫做價值主張畫部 在價值主張畫部裡面有重點 是消費者的統點跟提點 這也是為什麼需要 剛剛C.Briant提到 我們要在定位的時候 要用很專業的製程調查 去調查消費者的產業 各項的品牌相關的關係人 來釐清我們的特色 跟我們實際實行出 或我們沒有實行出 或他們看到我們並不發現 我們並沒有發現的特點 這個其實是很大的重點 我們再過一步道場上 很多人自己的優勢 要等到消費者跟你說 你才知道 像我們有某一個千年金石堂 其實他們在線上的運送是最快 可是他們不知道 那這是一個很棒的特點 我如果把知道的優勢 控制的優勢結合起來 然後讓消費者知道 這就可以成很重要 那當你有價值主張 其實就進入到另外一個商業 模式的這個畫部 那代表是什麼 其實在這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就是價值主張 公司所有的部門支持的 不管是從行銷 或是從營運 支持的就是價值主張這件事情 然後讓消費者能夠體驗到這件事情 那當我知道我品牌 我的第一 我的一個主張路通 剛剛每個品牌 在定位路邊有講到 都希望能夠去擁有一個主題 那在這個主題之下 我如何展現價值主張的呈現 就會進入了企業識別系統 這七十四點系統如何落地 它不同的MIBI跟BI確實落地 就是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再分成品牌的執行 行銷的執行 還有溝通的執行 三個完全切得很乾淨 清除的溝通的執行 最後去擁到一個品牌 比如剛剛提到這個 Rainwood 它可能擁的是極限運動 那西巴克擁的是不同地方 或者我們今天早上 今天真的是我內掛的一天 早上才幫奧露娜 進行那個 美區所有店長的內掛 我從校外講內掛的演講 那他們用的是什麼 探索 好 所以這個其實受到 上一次這個十年 台經院這個演講 很大的啟發 他們提出了這樣很棒的概念 去來告訴大家 品牌不是只是行銷部門的事情 品牌其實是 全公司要去支持這個品牌策略 所以當我們剛提到 價值主張連結到商業模式 再從商業模式貫穿到品牌策略 讓所有部門知道這個品牌策略去支持它 即便財務部 它也要能夠去放行這樣的研究計畫 去研究對消費者更有利 符合價值主張的事情 所以其實每一個部門到最後 其實都會需要有價值主張的貫穿 然後再共同去呈現這個品牌的價值 所以你常會發現 即便是B2B、B2C 我們一開始看到廣告 看到歷史轉化 混合一個回 可是越相處越深 發現好像開始有點不一樣 如果以B2B來說 我們在長期的夥伴合作 當我們一開始接觸的是業務員 後來接觸了體驗 後來接觸了工廠內部的研發 它的感覺 它傳遞的價值是否一致 這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就會是一個落地的檢測 好 所以我們再拉出去一點點 想問各位 今天如果我們講是自動撐挑去向心 遠遠看到對方約好要走過來 在20公尺以外 什麼樣的部分 彼此見面 什麼樣的一瞬間最容易引起 你對對方的感覺還要注意 應該是外表 外表會很好 那真的你要決定 要不要跟他相親相處 甚至是否要跟他發展 長久的關係 這時候想法跟行為 可能就會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價值觀是不是與我一樣 他今天能不能跟我出去 都有相同的嗜好 這就會是很重要 所以長久關係來說 消費者或客戶 這一個品牌長久關係的建立 其實很大的重點 來自於來的 品牌行為 品牌行為 所以品牌行為的落地 不論是B2B 尤其是我們在B2B製造業 講出這個夥伴關係的 如何讓行為落地到不是只是看得到的 而是他感受得到 在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部門 他觸碰到每一點都能這樣 這是會格外的重要 所以品牌行為 其實客戶或是消費者 發展長期關係的重要識別 所以所謂的重要識別就是 他足以區分 和別人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在廣告詞 我們在slogan 我很輕易的可以知道 但是真正他走入了你的體驗 走入你的店面 走入所有人觸及的一切 他是否能夠 他聽得到的 他也能夠覺得 他感受是一樣的 所以長小間談談課 叫我們說 哇 如果去我的飯店 發現別人那個 對你服務不好 你第一個要這樣說 根據你的品牌的標語 slogan 你講的是 讓我全面的安心跟服務 可是今天我們所 這個 接受到的服務 好像不完全像這個樣子 他代表是什麼 他告訴對方 當你的品牌行為 跟你的品牌訴說不意思的時候 我就對你的品牌才深入懷疑 所以品牌的定位 不只是難用講的 我們都把它做出來 其實就跟我們每一個人 在跟我們周遭的所有人 產生關係跟連結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周遭的同事 或我們的夥伴 他們如何對待我們 如果相處 才是真正我們認定一段關係 重要的部分 那更何況 2023年 大家都知道很多YouTube 紛紛擾擾 人設備破壞 我們設備破壞 自爆 提爆人設 這品牌的真實性 本來就一直在這一個世界裡面 是一個重大的議題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但是 我們有各式的追求流量 流量變現 各式的行銷廣告 我們能夠促進讓大家相信我們是誰 但是我們真實是誰 要等到他跟我們下處之後 才會吃飯 所以品牌的內化 我認為他是品牌真正的落定 當我能夠讓公司每個部門 每一個人 用同一個價值觀去做溝通 去展示出他的行為 這個品牌才能夠真正的落在 這個消費者的市場裡面 好 好 那 我們剛剛提到 從價值組裝到商業模式 到 企業的這個 識別系統 識別系統 這個系統是用來區別你和別人所不同 你的特色在哪裡 你的價值主張在哪裡 你定位出來如何展現在你的系統裡面 那我們發現 考試三個 理念識別 視覺識別 行為識別 理念識別 你會發現那樣的元素 剛好跟我們的定位了 這個品牌我們很像 我們每次到這個品牌 想說是一個人在享受 我們中心思想是 視覺識別 我們很輕易 所以在所這麼多 厲害的這個夥伴 然後會去做一個 視覺上的設計 那更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在行為上 從我們表達的組織架構 行動地區 還有我們的環境 還有我們體驗的任何一個觸點 我們是否能夠傳遞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內化 第一個當然我們要讓我們的行為 視別有所區分 那另外一個品牌內化有很大的好處 品牌內化的過程中 你會建立一個系統 讓所有員工的同人 用同一個價值做溝通 你會讓他們習慣 用這樣的架構 來做一個溝通的廣告 所以對於平行的溝通 或對於一個概念的傳遞 它等於佈好了一個價值的平台 所以你在這個平台裡面塞 你對消費者的感覺 你要塞你對這個員工的理念 部署平台 你要塞你對這個環境保育的理念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ESG很大道 ESG最怕什麼 Greenwash Greenwash就是我只講講去進個攤 我就是有做ESG 那你如何把概念設置任性 達到企業共融 永續經營這個部分 它就很需要用真正內在 讓心理層面開始 再轉到行為層面 那當然其實品牌內化 有些困難的應該是在品牌轉型上 要碰到改變這件事情 對 那改變事情都說 老闆你要改變 為什麼都先叫我改變 那當然其實在改變 在改變過程中 它很在乎那個風向的效應 所以當能夠有更多人 意識到這件事情 大家發現 這一個文化 開始朝向文的面向 它就會朝向的正向循環 把整個文化帶來起來 那同時又能夠讓 品牌跟團隊的觀念性能強大 那大家知道做什麼 如果去溝通 很自然的這個品牌 就會有序的自己有機發展 大家的思考都在共同價值觀 成員上去思考 自然而來就會持續的往下 去做這些事情 好 那這首歌 大家知道是誰的歌嗎 五月片 很多本事 然後心裡有那個旋律出來 我一直寫這個報告之間 這個簡報的時候 突然想到這首歌 那這首歌的重點在哪裡 這形容我們在品牌內話的時候 來個角色的感覺 很多次我們在轉變的時候 同仁心裡 哇 你突然說要品牌轉型 改變 你的改變我覺得好孤單 接下來我的工作怎麼辦 你的眼中長的什麼 我都看不懂欸 然後他還不知道不明瞭 不想要 我好想去認證 但是我卻孤單到你 隔天還是要上來工作 然後但是沒有預兆 但如果真的搞不懂 我們就自由吧 然後就讓你自由吧 全部自由吧 這樣什麼 隱性離職 有沒有 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 我要講這品牌內話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可能是整個品牌轉型的死亡優果 大家會說什麼 正線高同事 老闆品高轉型 高同事 那或者大家會說 哇 定位視野不知道怎麼做 欸這一點很有趣 我們用這張圖去代表 我們在整個品牌轉型 感受上積極度 跟整個感受上的一張圖 第一點定位設計 我們大概是整個經營團 對10人15人來做整個設計定位 其實大家做計劃 大多專業人士 其實應該都還滿開的 很開心話 沒好多來回到我的影片 竟然交換到第二點 到了這個 品牌小組 這間政客部門的精英 20個人 他沒有參與前任的角色 突然叫他說 你要用幾個時間出來 去宣導這些東西 上教育課程 然後帶著周遭人 共同訓練 他說為什麼 有加 一般都是加價不加價 我還要做這些事情 我的感覺就不太好 那這時候就會有反面的聲音出來 這時候再加上一點 10個人檢驗的定位 這時候變成 加起來 30個人在檢驗你的定位 做得好嗎 下一論 進入到全體公司 100到500人 500人會檢視你的定位 有沒有到底 如果有沒有關係 是好的定位 或不是好的定位 然後大部分在這邊 如果這是教育信念 可能就死掉了 或者他們總會說 品牌轉型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們那個什麼什麼 要先做好 看起來要先做好 什麼都要做好 他們有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能不能了解 他們到底的議題是什麼 還有中間的一些過程 所以 可是大家仔細看這個線條 有很像 如果有熟悉電影故事線的 有沒有 代表我們要反身 這是一個英雄之旅的故事線 代表突破這個低谷 轉型就轉不上去 所以它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另一半方 那所以我們 根據我們過去不到的經驗 我們認為十個關鍵 可以讓代替這個品牌電話音響之路 第一個 從老闆就要知道 這是全公司的事 老闆就要知道 這是全公司的事 所以老闆的出現 參與 支持 然後 如何讓這個品牌 成為企業價值的載體 然後不是只是起跳部分的行為 好 那第二個 真正的企業視點 不只是設計 包含了想法與行為 如何在行為上的落實 格外都重要 所以你到底實體的念念 你會感受到相同的感受 第三個 這是往往快被忽略的 精英的說不出來的內心話 才是重點 在場相交信 很多經營者其實不是想賺錢 他們通常會知道我要賺錢 可是有些很多人是想要做產品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個想做產品的經營者 他通常說著想要賺錢 那有可能他要策略開始分岔 然後他的定位會開始模糊 有可能 所以在定位的時候 如何去參考到過去40年的部分 到未來想做的事情 所有事情在這個定位 都能夠符合所有的邏輯 這個定位的精確度就很柔軟 因為為什麼 第二年會收到500人的檢視 行不通 就紀錄死亡流谷 好 所以這包含了內在信念 既有的模式 那我們身為部門角色 能不能看出那小小的洞察 他的這個特性 好 然後本質的定位 今天我們定位習慣針對市場 假設一個服飾品牌 有個客人摩托那 我們給他一個舒服的定位 這很棒 這可是客人很需要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有一個會計部門說 請根據舒服這個定位 應用到你的工作 他彈力就能出來了 那我們這要去看考試 我們如何創造 他們市場舒服 譬如他們用專業的東西去 讓他們能夠去這個 克服各種環境 達到舒服 所以OPENAR 讓他們從A變成B 真正的能力是什麼 讓他們準備好 所以把這個降到底層邏輯去看 他就能夠符合更多的關係人 來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能夠在內化 更有力的去開展 好 然後再了解不同的關係人 你在對應的是誰 在一種不同的專業的 這個市場調查來做對應 好 然後再來 不知不覺的感應 不管是活動 有計畫 讓他在不同的地方 不要用教訓訓練的方式 去改變堂等 然後就是明年教堂的時候 然後再用環境上去打造 讓他們進出門的時候 都能夠感受到品牌的有所不同 然後再來 如何真正跟這個打造 跟職場工作 扣候的演練跟習慣 在歐洲那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其實讓他們常規性人去討論 並根據他每個工作執展 每個部門 然後去做演練 跟常規性人討論 來建立這樣的習慣 但在場有很多優秀的顧問公司 很重要在這過程中 你會高度的跟你們的顧問去做一個共同 所以找到合派的顧問很重要 那會很榮幸這是歐洲那陳董 幫我們這個直接給我們的這個委會 這也跟大家分享 企業可能會在乎自己的點 那包含金額的定位價值 研究探索方法的專業深度 還有內化的能力 那他有一道更重要的是 理解客戶要什麼的傾聽力 這樣我們的溝通就會順利 所以我們在歐洲那的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其實做了品牌校正 定位的校正 東風 我們甚至讓他的這個行為 落實到實體 去測驗出他們在這個行為 是用店長跟消費者來說 什麼是最重要的體驗 再從體驗裡面把價值導入 然後再給他們一個SOE 讓他們知道每天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三個面向 消費者的資訊 店長的資訊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定位 這邊的資訊 去留和在一起 然後最後再去進行他們內部的 這個品牌的這些導入 好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 在這個過程中很榮幸 我們就是根據這樣的 提供SOE 提供系列內部 21個部門 59間本市 系統化的這個品牌 價值決策流程 讓我們知道自己 該做什麼 然後再每個喜歡 如何去討論 新生的內部的共識這樣 好 那實際上其實 內部的同仁 他們的回饋 他們會感受到大家一起 他們感受到美女景 他們感受到收穫很多 或是能夠銷售人 能夠更快的探索 讓消費者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他們就會 能夠的去展示這個品牌的行為 然後我們在另外一個B2B的企業 台語電通 我們可以從合作四年 從品牌的定位 一路走到 我們這個 這個內化的部分 那當然很特別 我們伴隨他股價的提升 然後也讓他們 人才會從380到450人 有同仁跟我們說 今天如果沒做這個轉型 我會加入 然後我們來看他們的回饋 人工的回饋 他們感受到 其實公司 有心的用內化兩制 感受到想法品牌 深入了新的感覺 然後以人為本間系 他們感受到 部署品牌 最傳染的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很多 他們感受到 品牌這些東西 所以 我們在這個內化的過程中 從外出形象 或是從你的 這一個體驗的導入 或是從產品 這部分 你如何讓真正定位的價值 去展示在你的任何行為上 在你的觸點上 在你的員工內部上 他才能稱讚你的 部署品牌 ES區的概念 讓這個品牌 真正的落地 謝謝各位